快看 插这个竹签不够了 然后魔术丝不够了 30万啊 我们才插了十几万 十五万 地板上铺满了大把的人民币 大陆一名土豪为了替女友庆生 不惜花掉33万4千400元人民币 制成大花束送给他 寓意生生世世 这折了 很难折吧 折了一天 就怕大约151万台币的钞票 在运送的过程中不慎一失 七名花店员工是直接到 当事人下榻的饭店 折了一天一夜送到女主角手里 我的梦想就是 我要占了很多的钱 然后我就给你买更大的别墅 然后让我任何人跟姐妹 都拥有一个家 收到百万花束的女主角 身材高挑 面容较好 只是花大钱庆生一事 在网路疯传之后 也有人民银行和律师跳出来 这样的做法已经违法 不只提供壁址的当事人 涉嫌毁损国币 花店员工将执照折成花朵 若是有毁损 也算是不爱护人民币的行为 同样违反相关法律 这样的结果恐怕让当初想高调炫富 施爱的举动大打折扣 今天影片与综合报道